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是姜末 把姜头尾 然后撕面 然后都给它切成四四方方的 这样子的话 切成姜丝也比较好切 不是放在这个里面的呀 不用 它又是来煸的 放在锅里面煸香一下 好 给你一个小勺 我们来直接在这边开始腌制鱼肉 一点鸡粉 鸡粉 鱼肉 这个鱼 还要用鱼露来进行腌制 对 还需要放什么 不用 然后加点生粉就好了 加点生粉 我们这个今天是用的这个水淀粉可以吗 水淀粉 对 水淀粉的汤汁 它不需要用太多的 对 加点蛋清 也是用一些蛋清 对 哇 这个鱼露的味道呢 马上就出来了 干的一个淀粉 小亮 对 这样的这个鱼肉就已经好了吗 对 好了 下面我们就已经可以开始来进行操作了 对 这边就可以开火了 对 加少许的油 少量 要少量的油 其实夏天吃这种汤羹啊 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清口一点的 就不要重油 或者是油比较多 吃起来会特别的腻 喝不下去这种汤 比如说像老母鸡的 就不建议大家在夏天去食用了 对 先把这个生姜给它煸香 拿一下 生姜米 对 炒出香味 就可以了 那我再加点鱼露 好 鱼露在旁边 对 这个时候就要放鱼露吗 对 煮汤羹 原则上是要用热水还是用冷水 最好是用冷水 它可以把里面的那个生姜里面的一些香味给释放出来 如果用热水的话呢 它可能会快速让汤羹变白 但是呢可能煮起来就不用 不如用冷水的这么好喝 嗯 一会提前是把山药先放下去 而且山药里面它不是也富含这种少量的淀粉 所以呢它也起到一个这个勾芡的作用 勾芡的作用 现在我们这边的水呢已经开了 接下来就下入山药 山药尖 切的很小粒的这个山药尖 它也很容易就成熟了 如果煮时间长的话它软了就跟这个鱼肉一样 对对 调味料我们现在也不用急着加 不用 先菜换下来 一会的时间大家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汤汁呢会变淡淡的红色 现在的也是现在的这种石令蔬菜啊 对 然后现在可以下淘一瓶 鸡粉 哇 红色已经出来了 先下鸡粉给它调个棍 然后我们可以把火的关小 那把它的鱼肉再滑下来 现在是要滑哈 不急着动它 对 线菜我们自己在家里可能只用做鸡蛋汤 嗯 或者是拿来清炒 很少用线菜和鱼进行一个组合 做成一个鱼羹汤 鱼羹 好 可以了 我们现在可以用那个勾芡 是另外勾芡 现在你是已经把火给关了 面上的末给撇了 对 然后再勾芡 里面不需要再加入别的调味料了吗 已经加过了 我刚才看到你就只加了 鸡粉 因为我要加胡椒粉就好了 就是起锅之前加入胡椒粉 然后再淋上香油 对 来 小小的这种火力 来 是一个勾一个薄芡哈 对 不要特别的这种浓稠 再开大火 收一下这种芡汁 这个汤呢已经基本做好了 好 沾点蛋清 给它勾一个雪花状 白色的鱼肉 红色的线菜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淋上香油 香油 最后加上一点点的胡椒粉 提一下味道 去除一下心气 这道汤羹呢就已经制作完毕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等待着装碗了 一起来回顾一下整道汤羹的制作过程 线菜黄鱼羹 原料有 红线菜 黄鱼 生姜 山药丁 鸡蛋 淀粉 调料有 鱼露 鸡粉 胡椒粉 香油 一起来看看它的做法吧 鱼取肉切成丁 依次加入鸡粉 鱼露 蛋清 淀粉抓匀备用 热锅热油 炒香姜末 加入鱼露和适量的清水烧开 加入山药丁 线菜碎 鸡粉 改小火 倒入鱼肉丁滑开 烧开以后 用湿淀粉勾个薄芡 起锅前再加入香油和胡椒粉即可 健康小提示 线菜富含易被人体所吸收的钙齿 对牙齿和骨骼的生长可起到促进作用 此外 线菜还富含膳食纤维 肠食可以减肥轻生 促进排毒 防止便秘 给你的肠胃做做操 本节目由君瑶味动力特别呈现 今天呈现给大家美味汤根的就是文斌 带来的这样是一个 线菜黄鱼羹 其实刚才在看回顾的时候 我就在想 这个线菜也可以用别的这种蔬菜来 进行替代 比如说那种嫩嫩的小青菜 是 我们还有用过木耳菜 木耳菜 木耳菜 如果放在南京的话 我觉得今天江苏的朋友 如果看到您做的这道汤羹的话 他们一定会用两种东西来替代这个线菜 一年四季不是在江苏都有香春吗 对 香春头 然后他们也用香春炒鸡蛋 然后香春拌豆腐 然后香春拌花汤 还有一种的就是菊花叶 用菊花叶也是非常清凉的 对和这种的黄鱼搭配的一块 我觉得也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你喜欢吃的这种蔬菜 你可以进行尝试 进行组合 我们放在汤羹当中 也许有意想不到的美味会产生 谢谢文斌来的节目当中 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样一道美味汤羹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下期我们再见 哦 么 没有